大家好 然後我今天代表WhatsApp工作室 來跟大家分享我們這 從五月成立到現在 然後做了些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是誰呢 就是我們是WhatsApp Studio 就是阿婆阿工作室 如果之前有來聽過哲語分享的 那一場的夥伴們 應該當時候認識這個團隊的名稱叫做CTW 就是Chance Reward 其實一開始我們想的很簡單 只是想說因為我們喜歡桌遊 我們想要用桌遊來翻轉教育 翻轉世界 但後來發現其實我們想的沒有那麼 就是我們想要做的東西更多 然後現在想一想當時候叫CTW 覺得好像幼稚有點可愛 然後後來我們經過了一段時間的醞釀 我們後來發現我們想要 因為我們發現我們自己像是井底之蛙 因為台灣的教育就是填鴉式教育 讓我們好像活在井底下 我們看不到社會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想要拉著更多的蛙蛙們呢 和我們一起離開這口徑 然後看見外面的世界 所以我們就有這個蛙的意象 所以你就看我們身上就會有一隻青蛙 這是我們的吉祥物 然後我們想要就是 我們另外除了青蛙以外 我們另外一個印象是那個抬頭 所以中間有一度呢 差點叫做抬頭蛙 要做為我們阻鎮 嚇壞我了 我這樣說極力反對 我就說不要 就是我覺得這樣太不帥了吧 然後我想說這樣出去介紹的時候 人家應該懷疑我們是一個游泳協會 所以我就想說欸 那我就是 後來我們經過一段時間 還好這個名字沒有用 後來我們就是用叫 聽起來就比較帥 然後 然後阿普王就 啊 就是那個抬頭 意識抬頭 所以我們想要拉著更多的蛙蛙們 然後和我們一起看見這個世界 對 那我是誰呢 我叫林坎梅 就我的名字很特別欸 對 然後就是小時候老師只要這個點名 就成林 我大概叫就要叫我了 因為連老師有時候都不太會唸這個字 然後呢 我現在是家福中 我正當的工作是基隆家福中心的社工師 對 然後另外呢 我也是體驗教育的引導員 然後另外更重要的角色就是現在阿普王工作室的議員 那我先來講一下體驗教育 對 體驗教育呢 就是我們會引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營造情境 然後跟引導反思 我們就是讓孩子在遊戲的過程當中 實際的參與 然後實際的操作體驗 然後再接著的帶著孩子去反思說 欸你剛剛在這個遊戲過程當中經歷了什麼事情 然後引導到生活當中 然後去做他的運用 所以是一個做中學的概念 然後 因為我自己今年就是接 之前 從去年開始接受體驗教育 然後我覺得這個影響我很大 也影響我如何看待教育這件事情 然後它裡面有三個很重要的原則 體驗教育這三個原則就是 第一個就是決策自主 我們尊重孩子參與 或是成員參與這個遊戲的 他的自主性 我們不會強迫孩子說 你現在一定要來參加 而我們是讓他們自己選擇 然後為他們的選擇負責任 然後另外就是全方位價值契約 我們塑造一個安全的環境 然後互信的環境 那孩子在參與這個過程當中 他能夠真正的投入在當中 然後欸如果孩子在參與過程當中 欸如果做得很好 我們當然就good job 如果就算做得可能沒有到成功 或者是可能做了一點嘗試 我們也會跟他講good try 就是我們覺得結果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那個經驗體驗的那個過程 那最後呢就是經驗學習循環 我們如何帶這個引導反思 我們有四F F 第一個F就是fact 就是事實 我們先帶孩子去回憶 欸剛剛你在這個遊戲的過程當中 你經驗到了什麼 我們帶他去回想 然後之後你產生了什麼樣的情緒 Fueling就是第二個F 就是欸你感受到什麼 你想要開心不開心 然後或者是像剛剛他講電話的時候 有那個情緒 我們就帶他說為什麼你會有這個情緒 然後之後進入Find 所以我們去發覺他說 欸他內在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未來要怎麼應用 然後帶到最後一個步驟是Future 就是欸那我們未來 你知道了自己現在這個狀況 那我們未來要怎麼樣的去面對 所以呢因為接受了體驗教育 讓我知道欸遊戲這件事情有多重要 然後所以欸又加上剛好中型的那個 我們家府中心當時又買了一批的桌遊 對然後就欸想說要把桌遊 用在我們的社工領域當中 我們可能去加訪 我們可能去帶營隊活動 然後所以就從這個想法開始 我們就是慢慢組成了一個讀書會 我們當時就下班以後啊 就一群人在玩桌遊 然後當時候所以一開始才叫CTW 就是Changer Rewards 只是想說單純的運用桌遊 但發現其實我們要的不是那麼簡單 我們覺得現在的教育其實有很多需要我們去改變的地方 所以就是慢慢我們這一群人就形成了一個一整個團隊 我們現在的團隊總共有八個人 對然後大家有看到我們總共有八個人 啊其中有一個人因為目前居住在台那個台北 然後所以他就會跟我們用視訊的方式開會 然後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就是填鴉式教育下的產物 就是台灣的教育總是用無止境的考試啊 然後不斷叫我們欸你要回去認真考試啊 那我從小到大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要學習 那我到底要學什麼 然後一位就是老師一再的用一些考試知識這樣就是餵養我們 但是我們都從來不知道為什麼要學 就像剛剛講的欸你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會有很多無聊的時間 就是因為欸我們到底要學什麼 所以我們覺得欸因為這個方式 其實孩子不會去思考說欸我現在學習的東西到底 欸學習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然後就是讓孩子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 其實就像我們今年三月的學運 其實我們也看到了一件事情 欸我們看到很多青年站出來為我們的權利去發聲 但我們也很擔憂的一個狀況是 其實你仔細去看那個在立法院靜坐的那一群孩子 很多人不知道為什麼在那邊靜坐 只是好像追尋一個潮流 大家都去那邊坐 那我們就去那邊坐 其實他們不知道為什麼有這個學運的發聲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到底在爭取了些什麼 所以我們希望呢欸跑掉了 就是透過任何遊戲的形式然後激發孩子獨立思考的能力 然後並以實際的行動去關懷社會 當他能夠自己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的時候 他還有能力去關心身邊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相信玩這件事情很重要 然後我們相信只要從我們自己的身邊開始改變 然後小小的行動就會發生各種的可能性 然後我們在遊戲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可以看見孩子之間的那個孩子之間的關係 因為遊戲這件事情為什麼很強調遊戲化 因為遊戲化的過程當中就是讓孩子沒有防備 然後投入這個遊戲當中 其實他就像蛋糕上的糖霜好了 他吸引孩子主動參加 你不用去就是告訴三催事情 比如說你孩子在念書的時候 你還要說欸拜託你趕快念書一下啦 明天要考試了 可是遊戲不用 你只要遊戲丟在那邊 孩子就會主動參與 那他自己投入參與的時候 他才會引發後面的那個學習的動機 所以我們在欸 尤其我們在遊戲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看到孩子最真實的一面 有人說打麻將嘛 排評等於人評 然後在遊戲的過程當中也是 其實之前有看過孩子 一開始在老師面前都是乖乖的很安靜 然後在我們一放遊戲進去的時候 他就展現了最真實的自己 他可能去跟人家比賽 然後跟人家互動 那才是最真實的孩子 然後我們在遊戲的過程當中 其實可以看到孩子的問題解決能力 你不用鼓勵孩子說欸你去想想辦法 要怎麼辦啊什麼的 在遊戲的過程當中 其實他們就主動去思考說欸我要怎麼破關 我要怎麼去發展我的策略 這些都是自發性的 而不是我們一直鼓勵他們 一直在後面push他們的事情 然後另外我們也可以在遊戲的過程當中 看見孩子的創造力 那個我覺得孩子最棒的地方也是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很不足的地方就是創造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在以前的學習過程當中 都是人家給我的 我只要負責學習 我只要一直記一些東西 但是我覺得這樣扼殺了孩子的創造力 那在遊戲的過程當中 其實可以看見孩子很多的創意發想 我覺得這都是好棒的地方 然後其實我最喜歡就是孩子來跟我挑戰 就是我們講了一個基本的遊戲規則 但是如果孩子有其他方式能夠破解 或是能夠去 呃如何去改變這個遊戲機制 我覺得我都歡迎孩子來跟我挑戰 我們相信遊戲能夠改變世界 然後我們希望用玩這件事情來翻轉教育 那你們我剛剛通常講的 你們可能想到都是比較年紀比較小的孩子 那我們可能想說 欸那針對年紀大的大學生 我們有沒有辦法用遊戲的方式去跟他們互動 去跟他們學習 然後我們自己今年度呢 我們有三堂課程 那第一堂課程 我們的目前參與的對象呢 都是大四的學生 然後我們第一堂課程就是自我探索 我們透過學習風格 然後跟孩子讓他們了解 那個他們擷取資訊方式 學習風格呢就是你擷取那個知識的方式 然後你如何去應用 那細節的部分我就不多說 那我們當時候我們就我們的團隊 我們就創造了一款就是 那個桌上型的密室拖塔 大家知道的密室拖塔都是 呃什麼RMT啊 就實際去那個空間啊 去那邊就是欸開鎖啊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們不行 就是因為那樣會受到空間的限制 那我們創造了一款是桌上型的密室拖塔 我們只要在桌遊店裡面就可以玩 不過這目前只有我們有啦 對 還沒有開 還沒有可以發售 對 然後當時候呢我們就是 呃 事前的準備 我們就是寄給這些大學生就是一封信 告訴他們呢 他們每一位都是名偵探 然後他們要來這個密室拖 就是來這個宅地裡面去破關 去找出來說欸 這位富豪到底躲到哪裡去了 用這樣子遊戲的方式 然後吸引孩子來參加 對 然後在他們在這個 呃就是在進行密室拖塔的過程當中 唉呦 他在閃了 那小怪是其實跟你說看他了 沒有關係 然後他在那個遊戲的過程當中呢 他們就去收集那個線索 我們不告訴他說線索藏在哪裡 他們就自己去尋找 然後自己去破解 我們甚至安插了一些 比如說像那個數學的方程式啊 什麼什麼進去 就把這些知識藏在裡面 讓他們自己去發想 然後去自己去探索 然後當然遊戲的 不可能只有單純遊戲 因為單純遊戲的話 那個效果其實在遊戲結束後 很容易被遺忘 所以我們當然在最後的 我們會進行引導反思 當時候我就是帶領孩子們去 再回憶一下 欸他們在那個遊戲的過程當中 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 他們有什麼樣的感受 然後再帶領孩子再次體驗遊戲的過程 然後讓孩子覺察自己的 學習風格到底是什麼 那他們可能透過這樣的方式 他們可以去知道自己 在於面對外在事物的時候 他們可能有一些盲點 然後他們可以去進行調整 然後那個去規劃自己的學習方式 然後他們如何 如何未來要如何分這樣應對 然後第二堂課呢 我們規劃的是那個 生涯規劃的課程 然後可能有在玩桌遊的人 可能知道這款桌遊 叫招了個高 那我們其實只是 起源就是我們的 一開始發想是由這款遊戲 後來我們創造出 屬於我們自己的版圖 就是因為我們發現招了個高 那個其實他就在模擬的人生 我們讓孩子在遊戲的過程當中 去經歷了他們的人生 然後我們在遊戲的過程當中 每一塊板塊呢 因為原本的招了個高 只是正負就是加減分數而已 但是我們把每一塊板塊上面 都賦予了他的意義 他的人生價值可能是內在自我 可能是人際關係 然後可能是身體 然後還有就是反正有人生的五大價值 我們在遊戲的過程當中 讓他們去經驗自己 我到底最在意的東西是什麼 那像我們參與的一位成員就說 其實他當初他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他只知道自己好像要當位公務人員 但是他不知道自己 為什麼要當公務人員啊 然後在這個遊戲的過程當中 他發現自己想要做的是作家 然後雖然事後他跟我們討論的時候 一開始他就說 老師我發現我還是想要當公務人員 然後我們想說 蛤?什麼?你還要當公務人員? 是不是我們遊戲需要再調整 後來他說不是 因為他發現其實他自己想要做的是 但是作家這條路不好走 他可能會面對很多經濟壓力 但是他如果能夠去 去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可能當公務人員 他在下班後的時間 他就可以專心做他的創作 他可以去當寫作 他可以去當他的作家 我們就發現 在這樣遊戲的過程當中 孩子就會探索到自己的 真的人生價值到底是什麼 而不是只是傻傻的過著 好像主流價值觀告訴我們的 要去當公務員 然後最近期的一堂課 是我們上禮拜上的 溝通系列的課程 然後我們是用一款桌遊 叫那個我是大老闆 然後他就是在過程當中 讓孩子不斷的去溝通 不斷的去討論 然後不斷的去投資 然後讓孩子在這個過程當中 展現了最真實的自我 然後我們之後也是帶引導反思 讓孩子知道自己在溝通上面 有哪些的盲點 讓他們未來可以去調整 尤其這群大事的學生 未來就是要進入殘酷的現實世界 然後他們就是 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教他說 你如果未來面對到你的主管 你的工作夥伴 你要怎麼如何去跟人家溝通 是比較能夠 就是你們兩個是可以 直接在一個同一件事情上面做溝通 而不是你想你的他想他的 其實你們兩個不在同一個平面上溝通 對 那 這是我們今年做的事情 那我們 接下來我們阿普阿到底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剛剛提到的社會企業 我們希望 我們不是只是好像是一個協會 或者是 只是一個NGO組織 因為我們發現 因為我們自己在家府中心工作 我們很了解那個募款的壓力 我們很了解其實 作為基金會其實會有一些事情 讓我們幫手幫忙講 沒辦法讓我們發揮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想要成為神力社會企業 我們想要讓我們自己可以自給自足 我們可以想要做我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們最想做的事情呢 當然是營隊 我們想要透過遊戲的方式 直接去影響孩子 邀請孩子來參加這個營隊 然後我們可能把我們的體驗教育的遊戲 可能是桌遊 那在孩子參與的過程當中 讓他們去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 不告訴他們怎麼過關 而是讓他們在參與的過程當中 發展出他們的策略 讓他們去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 然後另外呢 我們要做的是那個基隆的小旅行 欸奇怪這件事情怎麼來的有點突然 怎麼跟前面好像都沒有相關 因為其實剛好我們這八個成員呢 全部都是基隆人 我們愛我們自己的土地 但我們看見這個城市 一直被人家說的好像是個憂鬱的城市 然後現在冬天到了那個 憂鬱症的耗發率越來越高 對 然後很多人都往台北跑 他們大概都去台北工作 那這裡好像基隆 好像只是一個睡覺的地方 我們就是看了其實會覺得有點 就是憂傷啦 對 所以我們希望讓更多人來看見我們土地 然後讓我們自己都能夠愛我們自己的土地 其實在這段期間我們也去探訪了 就是去基隆各地財地 我們發現欸就是好多地方都是 它是很有深度很有文化的 但我們之前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想要就是藉由 那個基隆小旅行的方式 讓更多人來認識我們的基隆 然後然後未來我們也會培育就是 培立我們自己就是基隆在地的孩子 對 我們因為我們希望讓孩子從小培立 然後讓他們能夠去像可能是外國的觀光客 或是外地人來由孩子們去帶著這一群人 來認識我們的基隆 然後讓孩子呢對我們的土地 是能夠產生認同感的 然後我們相信這樣這一股力量呢 是可以持續延續下去 對 好 我的報告到這邊 我是阿浦瓦子的林坎梅 謝謝大家